于谦力排众议率军抵抗 打败了蒙古人保住了大明江山 可他的结局呢 朱祁镇复位之后 第一件事就把他给抓了 就是因为蒙古拿朱祁镇要挟明朝 于少保以设计为重 君为轻的理由呢 拒绝蒙古人开出的条件 再有呢 他当时还拥护朱祁玉 也就是景泰帝 按说呢 他这么做没有错 甭管是朱祁镇还是朱祁玉 都是大明的皇帝 我于谦是诸于大明的 可朱祁镇不这么想 你曾经也是我的臣子 可你居然在我落难的时候背叛我 不把我从草原弄回来 不说你还保我弟弟 你就算对大明有再大的功劳 我也不能留你 于少保就是没有按照游戏规则玩 最后才丢了性命 所以说当我们搞清了这个游戏规则之后呢 对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疑问呢 也就迎刃而解了